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些年以来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极大 但是因为它的换代实在是太漫长了 所以说最近几年销量慢慢是有些下滑的 但是最近又赶上了一个就是全球石油价格的暴涨 然后全面转向电动的时代 丰田张南在不久之前刚刚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对纯电已经有一些不满意了 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未来的替代能源 丰田要将更多的资源压保在混动 以及轻动力其他这些能源上面 所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丰田就把他的普瑞斯做了一次全新的换代 那这次换代的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包括身边这些美国的美丽朋友 包括很多消费者看到他的照片之后 都会想 哇这竟然是一个丰田普瑞斯长得比宝马还好看的年代 就是你看这台车的造型 可能你并不能联想到任何其他有很接近的产品 它就是非常的独一无二 你看到上一代再看到这一代变化之大 真的是非常的惊奇 整个车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空气动力学的 然后前面的用了一个非常锐利的C型的LED的头灯 并且在头灯方面也有一个额外的开口 一个额外的进气 然后轮煤是一个类似于越野车上比较喜欢用的那种宽出来一点点的黑边的轮煤 然后再到整个车尾削下去的感觉 整体车的造型设计的极其的好看 整个车造型其实是要比上一代宽了两英寸 并且是降低了一英寸 所以它看起来视觉的效果就更加像一个趴在地上的感觉 然后现在这台车它使用的是一个2.0升的四缸放弄机 替代了之前的1.8升的四缸放弄机 目前的最大马力已经可以来到194匹 那上一代的普瑞斯它的0.0加速成绩非常慢 因为它想要自己更好的油耗 目前百公里只有4.12升油耗的情况下 它的0.0加速成绩已经可以从10秒变到7秒俱乐部了 那如果你现在选四驱的话是直接可以跑到7秒内 并且这一次普瑞斯还推出了一个插电混动版本 那个插电混动版本不仅仅说在纯电的时候可以续航超过60公里 同时它的最大马力也来到了220匹 零百加速时间只需要6.6秒 并且它现在的电池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锂离子电池 它比之前的电池体积上更小重量更轻 但是功效要提高了15% OK那现在咱们就做到全新换代的普瑞斯里面 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作为全世界第一批媒体坐进了全新换代的丰田普瑞斯里面 坐进来之后整体的氛围感都是更加具有科技了 然后我的前面可以看到是一个数字仪表 尺寸虽然不大 但是显示的都是非常基本的信息 然后在中央有一个全彩的数字大屏 然后方向盘也是全新的方向盘 把所有的多功能按键都整合到了中间 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电话音量 然后右边这边是它的各种自适应循航的调节按键 在我的方向盘的后方还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屏 这边应该是会显示它不同的档位 然后再往下来整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也是非常简约的 并且它调节的拉杆尺寸也是巨大的 整体感觉新的普瑞斯的内饰 各种按键做的都是非常大 而且丰田在设计车的时候 它也非常考虑到大家的实用性 你像目前所有的加热 然后制冷还有空调 全部都还保留了实体的物理按键 再往下来分别有两个充电接口 以及无线充电 这边还有一个点音器 中间是有两个杯架 再往到中安座这个区域来看 这个挡板的造型真的非常可爱 很小 然后上下搬动它就可以切换R挡N挡跟D挡 然后P挡是按下去的 再往前这边还有一个Drive mode 也就是它的模式切换 座椅看上去非常的运动 这是一个真皮的座椅 然后它有红色的缝线 在左右肩部的地方还有深红及浅红的不同的处理 坐上去的感觉非常的舒适 并且左右的加紧的这个护尾感觉也不错 然后整个前方的仪表台呢 虽然说不是真皮包裹 但是它整个做的质感很像是那种苹果手机 当年刚刚出来的时候给你那种感觉 就是它的材料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它整体看上去的感觉非常的新颖 并不像是一个很传统的燃油车 在整个前仪表台呢 还用这种类似于石木的材质做了一个点缀 并且在它底下还隐藏了一条灯带 那现在咱们就做到这个新的普里斯的第二排了 前面是一个我驾驶比较舒适的姿势 你可以看到后排的腿部空间是OK的 一拳多一点 但是它的后排的这个坐垫长度就显得稍微没有那么好了 像如果我是长途的时候 我坐在后面 我的整个腿其实是被支撑起来的 我的腿并没有办法直接搭到后面的这个坐垫上 所以说如果是长时间驾驶的时候 一定会感觉到点疲劳的 并且可能是由于空气动力学造型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它的后排的头部空间有限 就像我现在1米73的一个身高 我戴着帽子我的帽子都已经碰到这个车顶了 然后是三个座位 但是中间因为地板这边有一个隆起 所以说坐在中间的时候肯定还是不太舒服的 在实用性方面后排的座椅 现在也给你提供电加热 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并且提供两个Type-C的充电接口 还有一个家用的充电接口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时候这台车还是会坐四个人 所以中间放下之后还给你两个额外的杯架 整个后排其实看起来就比较朴素了 就没有什么太多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这是一台插电混沌的版本 也就是最大马力可以来到220匹的那一台 然后它整个的后备箱可用的空间就稍微有限了 并且在后备箱下面我们也看到并没有一个备胎 所以说如果你在路上遇见有说像爆胎之类的 你只能用它的一些补胎工具来临时的凑合一下了 然后整个空间尺寸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台这样百公里 只有4.12升的一台普瑞斯而言 长成今天这个样 并且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驾驶体验 已经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次换代了